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你要留叶迪力热巴张心语陈述,这样的阵容什么影视剧都热 影视剧拼阵容已经变得非常理性了 不再只是一味的人气堆砌,而是开始追求实力和故事的融合 所以也就能够理解越来越多阵容强大的好作品出现了 这一期我们要聊的这部新剧攻速精英第一个关键词是阵容 看着网传的强大阵容,即使还未官宣网友们也依然满是心动 因为按照以往的惯例,这样的网传阵容可是无风不起浪啊 要颜值有颜值,要实力有实力 新剧的主演阵容其实在网络上有好几个版本 虽然人缘不尽相同,但是有个共同点就是强大 先来说说第一个版本吧,这个网传阵容可是火力十足 因为其中有年轻观众最为看重的顶流演员 他就是迪丽热巴,这对于一部不主打颜值和情感的作品来说 他的加入除了带来了关注度之外还带来了一些小清新 很多网友看到网传名单中有迪丽热巴名字的时候 第一感觉就是带着有些怀疑的态度 因为按照他以往的作品,这样稳重的风格还真不多 所以网友心中有些波动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真爱粉们则希望他能通过这部新剧塑造一个新形象 毕竟现在演员们已经进入到了实力比拼阶段 而迪丽热巴本就有萤幕优势 人气自然是一点,看看他社交媒体上的动态就知道了 每当有新的动态分享更新,互动数就数以百万计 妥妥的一位流量大咖,再就是颜值 这就不用不多赘述了,相信很多网友各有各的感触 期待这部新剧的消息早日坐实,也期待迪丽热巴能够如愿出演 新剧另一位网传的主演是刘热 相比起迪丽热巴的惊喜,他的出演给大家带来的更多的是踏实 当年的精神小伙如今已经变得越来越有艺术家范儿了 尤其是在演技上他更是体现出了娴熟与老恋 所以他不管出演什么样的角色大家都能欣然接受 因为大家有足够信任相信他能够完美诠释 刘热对于这种沉稳风格的作品来说就显得更相得益彰一些 他的表演风格能够和作品的风格和定位更融洽一些 他也成为这部新剧重要的质量的保证 对于他在剧中饰演的具体角色相信大家心中也有了大概 本身刘热在影视作品中塑造的人物都比较正派 要想脱离这个固定印象倒是有些难度 第三位网传的主演张新宇大家也不陌生 只不过前一段时间沉寂了一段时间重新归来的他让大家眼前一亮 干练的短发身上也多了一些成熟 幸福的婚姻生活的确可以改变一个人啊 现在的张新宇已经开始渐渐回归到大家的视线当中 按照他以往的作品来说他的戏路还是比较宽的 正派的反派的情感的武侠的 妥妥的一位经验丰富的演技派 所以大家对他的表现也十分的看好 虽然近几年人气上或许有些降温 但是相信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和颜值 一定会重回巅峰 另一位曝光的主演也是一位重量级实力派 他就是陈述 作为一位有着老细骨光环的美女演员 他这些年一直都在用作品证明着自己的实力 在荧幕上塑造过许多让观众难以忘记的人物 白玉兰奖 金英奖 画顶奖事后这些含金量超高的大奖也在显示着实力不足 虽然这只是网传阵容 但是已经感受了新剧里外兼修的定位 主演阵容颜值养眼 演技实力也是相当不足 此外网络上还流传的多个版本的主演阵容 也正是这样的模棱两可 让许多网友心里多了一些不舒服 这真的是太溜了 各种瓜在飞也让大家十分苦恼 再来聊聊新剧的剧情故事吧 这可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首先是这部新剧的定位 中国首部女工素人题材电视剧 中国首部网络犯罪真实案例改编电视剧 这两个标签足够的大 也让网友对于剧情故事心中有数了 新剧的剧情故事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很正 现在这类主流题材配合上强大阵容已经成为了一种新流行 既满足了大家对于阵容的要求 也满足了这类故事对于实力的要求 热度和实力同时发力才最稳妥 期待新剧公诉精英能够早日官宣 赶紧平复网友们的心吧 看着将会在今年播出的计划 应该很快就会有新消息了 安心等待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